社会法的体系分成四个面向 就在我们的书上也有做一个表格 让大家参考 所以社会法的体系就出现了一个四分法 第一个部分是社会预护 所谓社会预护 它的目的其实是在于 要如何去预防社会风险的发生 透过这个社会连带的概念 来用社会保险的方式 使人民来运缴保费 以共同去分担这个社会上的风险 来达到社会恒平的目标 所以社会预护 它主要的几副原因 是来自于防范社会风险的发生 好那第二种类型的社会法体系里面的制度 是所谓的社会补偿 社会补偿主要发生的原因是 因为国家在与行使公权力的时候 可能会对于某一些特定的人造成牺牲 造成他们权力受到损害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呢 就必须要提供一些这样的人 一些社会上的补偿 我会觉得是反抗的 所以我们说社会补偿这个体系出来的发生原因 主要是要补偿因为国家的公权力 而产生损害的特殊牺牲者 那社会制度的第三个类型 第三个体系则是社会促进 社会促进它主要是为了要确保人民 社会之间的一个机会的平等 所以透过像是津贴给付或者是服务 劳务的提供方式来达到这个机会平等的目标 所以它也有一些社会资源分配这样子的议题 那最后一个体系概念则是社会救助 社会救助已经是在社会法体系里面 比较最低阶层的一个社会制度的体系 其他的目标是在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 所以在其他的社会给付没有办法达到功能的时候 它是作为一个补充性的给付 所以他的目标是确保社会上的人民的最基本的生存 那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因为他有不同的性质 通常社会安全制度的设计需要达到目的的手段 都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利用社会给付的方式来达成目的 所以说社会给付就会需要有裁员的来源 那像我们刚刚提到会有保险或者是税收两种情况 那在社会预付的方式 预护的方式呢 主要是采用保险的模式 所以裁员的基础呢 就是来自于人民所缴纳的保费 那像社会补偿 社会促进或者是社会救助的部分呢 主要都是以国家的税收作为裁员的来源 而且它比较不是属于一种固定性制度性上面的一个支出 那我们这边也可以跟大家举几个例子 像社会预护的形态呢 就是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险 譬如说像我们最常看到的劳工保险 或者是公教保险 还有像国民年金这些全民健保 这样的保险制度呢 主要就是要防范 这个社会风险的发生 是一个比较提前性的预先预防的一个措施 这些类型呢 主要是社会预护的一些例子 那关于社会补偿的话呢 譬如说像是我们书里面有提到的 228事件的补偿 或者是犯罪被害人的补偿 是针对一些国家公权力在行使的时候呢 某一些特定的人呢 会受到权力的牺牲 好那关于社会促进的话呢 这些类型呢就还蛮多样化的 包含说像就业啊 儿哨的福利 或者是原住民族 住宅 教育 食品 等等的安全的促进 这些部分呢 都可能是属于这个社会促进的范围 那社会救助的 社会救助呢 它其实也是属于一种 比较基本生活的保障 所以呢 在很多各种的社会起富里面呢 如果当没有办法满足这个 最低限度的保障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社会救助 或者是所谓的津贴这样子的制度设计 好 那我们先讲完了这个社会法的四个体系之后呢 大家就可以有个概念了 那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呢 主要基本上面呢 重点会放在这个社会预付的部分 所以我们上课课堂的讲解呢 也会花比较多时间在这里哦 那进入社会法具体的这个制度的设计 还有社会法的具体权力之前呢 我们要来先讨论一下社会法制度的一个宪法的基础哦 就像我们之前在讲这个劳动三权的时候 有跟大家先介绍过 劳动三权是怎么来的 那在那个时候呢 其实我们就已经有跟大家提到了 从宪法的基本权上面呢 衍生出来了自由权 受益权 参政权 平等权 还有社会权 这五种权力 那所谓的劳动基本法呢 其实是从这个社会基本权里面的生存权 所发展出来的 不过 所谓这个社会基本权 它一个权力的性质到底是什么 它有没有具有宪法上面 可以作为一个请求权基础 这样的议题呢 其实 在实物跟学说上面还是有争议的 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呢 要先来介绍一下 关于社会基本权的一些讨论 那大家应该都有学过宪法 那我们跟大家复习一下 首先在基本权的内涵里面来说 基本权呢 主要是根源于人民呢 在争取自由的权利 所以呢 它是一个不能受到限制或剥夺的基本权利 那基本权会有两个面向 我讲到 质量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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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isode